每個月在台北都會有me-up 所以大家如果對ROS有興趣的話呢 之後可以來一起加入me-up 然後通常都是辦在每個月的月底 然後在台北的摩滋公寮 那如果對ROS社群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上網ros.tw 那你就可以找到我們的Teregrine和Vestfulman OK 那我們就接下來的分享 好 大家好 我是巴里那 我是Lab Girl團隊的研發總監 那我今天的題目是 Whiternleak 一個ROFT的脈衝神經網路專案 那這個Token會很簡略的介紹 什麼是S的脈衝神經網路 然後介紹一下我們這個Whiternleak專案 設計上的一些概念 然後最後就稍微分享一些 就是使作ROFT的心得 好 那首先簡單介紹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叫做Lab Girl書卷姐 那我們的很長期的目標是 我們想要實作出 真的和人一樣聰明的那種人工組繪 好 那我們現在的中短期的產品 則是動這個AgreOps的品牌 那也就是想要幫助那些想要應用 AI的團隊能夠很有效率的進行 Machine Learning專案的開發 還有生產相關的管理 那這個目前在α版封閉測試中 歡迎大家 歡迎大家搜尋一下 然後來試玩我們的平台 這樣 那這邊就開始很簡略的介紹 什麼叫脈衝神經網路 那首先脈衝神經網路 它被很多人看起來是下一個 世代的神經網路模型 那並且就我們的研究來看 讓我們也覺得如果真的要實踐 實作出那種有人類 有人的智慧能力的人工智慧的話 那神經網路會是實作上模型的 一個很有潛力的選擇 那另外 因為一些脈衝神經網路的特性 我們也覺得 就對於一些如果是動態性啊 或是要互動性 或者是那個有牽涉到情境和脈絡的任務 那SN這樣子的model 會有潛力能夠有一些突破性的進展 好那這裡就來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叫做一個脈衝神經網路 好那首先呢 脈衝神經網路是由許多神經源組成的 那這一些神經源和神經源之間會有連結 那藉由整個神經網路的結構設計成不同的形狀 那還有包含就是這一些神經源用不同的運作方式的選擇 那這個神經網路就可以達成各種不同的運算 那並且在一個脈衝神經網路運作的過程中呢 每一個單一的神經源 它都會有個 通常都會有一個基本的參數叫做細胞膜電圍 因為其實它就是在模擬生物上的神經細胞 那它會有一些微分方程式來決定它隨著時間要怎麼樣的引進 那好比說如果這個神經源有接收到一些輸入訊號的話 那它的定位就可能往上衝 衝過一個零件子它就會發射 那如果當它發射的話 它可能就會再往下傳送信號給其他神經源 那所以這就是一個各個神經源獨自運作 並且不斷互相傳送訊息 然後最後當然就可能會產生一些輸出 那以這樣的方式來運作的一個神經網路模型 那神經源的部分的話 就可以選擇用不同的模型來模擬 那舉例來講好比說 這邊就是很簡單的兩個例子來做對比 那一個是非常簡單的微分方程 它就只有一個微分方程 那像這個HHModel它就有四個微分方程 那當然這些模型的選擇上來說就會有些差異 就以單一一個神經源的計算能力來講的話 單一一個這種複雜的模型 它就可以做出很複雜的運算 那但是相對的當然它消耗的計算資源就比較大 所以可惜被解掉了 就以圖上來看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這一個LF這個模型 它就是在計算能力比較低 但是它非常便宜的一個極端 那這個HHModel則是說它單一的 單一神經源計算能力很豐富 但是它就會計算資源消耗非常大這樣 好那 那SN這個技術跟研究的現況則是說呢 相比於現在已經非常穩定成熟 並且被大量使用在應用場景的靜態的神經網路 就SN這個模型現在相對來說還比較缺乏那種可以普遍使用在各種不同行進的學習演算法 那我們團隊也就是在這上面有一些我們研究 所以我們在準備室的時候做一些學習演算法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會開始這一個QuestionLeak的project 那另外呢 那另外 實際上SN這個技術也已經有一些就是商業上成功的公司 那以這間叫BrainTriple為例 那它主要就是應用一些賣送神經網路的功能 那它的產品就主要是以在影片裡面做一些人或是物件的辨識為主 那這就有一些考量 就好比說就是訓練資料沒辦法那麼多 然後它必須要夠快 然後不能消耗太巨大的資源這些考量 所以 然後再加上它是在動態影片裡面做分辨 所以這就只是舉一個現在賣送神經網路的應用成功的公司 這樣 好那 這邊就正式進入 接受我們這個QuestionLeak的專案 好首先為什麼要取這麼奇怪的名字QuestionLeak 那是這樣子的 Question是My 那Leak是沖 而是神經網路 所以它就是My 沖 神經網路 好 那麼 那再來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做這個專案呢 因為其實現在也已經有很多現存 應該已經發展超過十幾二十年的那些賣送神經網路專案 那我們之所以想要做是因為 一方面考慮我們在做我們演算法的時候 我們很可能會很大幅度 並且很根本性的修改很多東西 那以這點來講的話 如果是要進入一個相對來說 難以維護的程式碼可能會很痛苦 那尤其現在 現在找得到的那些現存的賣送神經網路的套件 基本上都是以C++和Python的這樣組合來實作的 那也就是他們通常都是用C++來寫的那些底層效耗之類來運算 然後一些需要比較快速 或者是一些比較互動性 互動式的操作的介面則寫在Python上面 就一個低階語言跟一個高階語言的組合 那就以這個組合來講的話 就我們在評估的時候就覺得 C++這個語言真的要做的話 很多時候維護會很痛苦 那或者用另一種講法就是說 寫出來的程式安全性相對來說蠻差的 就很容易出現一些很難搞的錯誤這樣 那另一部分的話 在高階語言選擇的部分的話 因為我們團隊就非常喜歡 Common Lisp這個語言 那我們對我們在高階語言上 我們想要一些在Lisp裡面才能做到的功能這樣子 那所以最後我們就以C++和 講說最後我們就以Rub和 Common Lisp的組合來實作這個 WrittenLip的狀態 好那為什麼要選擇Rub呢 那今天的Talk如果大家前面有聽到的話 大概也可以聽到幾年 就首先就是Rub是一個系統語言 並且它是非常高效能的 而且並且Rub它沒有Gabbage Collection 所以它的效能會是更穩定的 那另外就如前面提到 麥松神簡錄它是由很多 獨立運作神經元來組成的 那就可以自然想像 這會是一個非常需要平行運算的一個系統 那Rub在平行運算上面 在一些他們設計哲學的配合之下 他們有一個說法 他們說這個叫做Fearless Concurrency 無謂的 反正就是Fearless Concurrency 好那 不然不知道怎麼翻比較好 好那 那另外尤其是 通知在效能還有這一個Concurrency之上 Rubster Rubster有非常好安全性 那當然這就是由Rubster那些所有權 Lifetime 然後還有一些Type Influence 跟一些Compire上面的一些幅度 所以指著在Rubster上面我們可以寫出 相對來說錯誤更少更安全的一個程式這樣子 好那為什麼在我們高階語言 我們要選擇 Common Lisp呢 那第一個考量是 就是我們想要有一個 能夠真正互動式的那種開發過程 那在Lisp的家族裡面 這就是所謂的reple read, evaluate, print and look 那這種互動式的開發過程 可以讓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非常快速的測試各種我們想要測試的概念 然後更快速的做出我們想要的功能 那另外在Lisp的家族都有所謂的 macro的這樣子的語法 那這次Lisp的系統 它本身可以被稱為一個 programmable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或者是說 當有需求的時候可以利用macro的語法 可以很輕鬆的創作出自己想要的 domain specific language 那也是綜合了這一些Lisp有的特性 再加上它的一些語法上的特色 使得當我們需要快速開發的時候 Lisp可以做到所謂的 space prototyping這樣子的事情 好那這邊就先稍微介紹一些 我們在Rust和CommonLisp的interface上 做了些什麼事情 那首先呢 因為一些就是Foreign Function Interface 資源上面的考量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呢 我們把Rust的程式碼給輸出成 給輸出成Dynamically Linkable Object 並且是輸出成C的 那另外在CommonLisp裡面 就能夠直接讀取這些C語言上面的 這些Dynamically Linkable Object 所以我們就這樣子的方式來連結Rust的函數 然後在CommonLisp裡面扣它 那這邊的程式碼在左邊其實也就是呢 如果看得到的話這邊就是有個interma 那這裡做的事情就是 這裡做的事情就是把Rust裡面的程式的函數 給輸出成所謂的Dynamically Linkable Object 然後在CommonLisp裡面用CommonLisp的那些 那些函數去把東西摳出來 那並且再把這些輸入的那些Argument 給整理從我們想要的形狀這樣子 那這裡就很概略的展示一下 就是如果用CommonLisp寫出來的一個 訓練SN的一個過程大約是長什麼形狀 那其實當然就只是看你們的形狀 那這裡大致上也就是一些 就包含就是 處理一些輸出檔案 然後還有就是打開Data 然後建立神經元 然後再來就是把神經元連結起來 然後進行訓練 然後把Data關掉 輸出 然後再來就是 輸出訓練結果這樣的過程 那這裡比較值得一提的是 在這一個做訓練的區塊 那其實這邊呢 最前面這一個東西 其實是定義成一個Marcle 那在這個Marcle後面的話 我們就會在Marcle後面放進一些 我們想要的一些 關於這個訓練需要的Configuration 那並且還有在後面 用一整個Blog去 用一整個Blog 或者用Lisp講好就是一個FORM 那用一個FORM來寫說 我們在這個訓練裡面 我們想要讓它執行怎麼樣的程式 那當把這些東西都餵進去了以後呢 在我們定義的這個Marcle裡面 就可以看到 這些Configuration 會分別被塞到一個 更複雜的架構的各個不同的位置 然後這一 我們剛才在前面 三間學員這一整串 我們想要在每一個訓練的步驟 執行的那一些程式 它就會被這一整塊搬到這個地方 然後並且跟這邊原有的程式碼接起來 然後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 我們就可以更輕鬆的重複使用 重複使用一些我們已經寫出來的程式碼 好 那這邊則是另外一個例子 那這一個例子就是 完全把所有創建神經網路 然後進行訓練的過程 的那些步驟全部都寫在ROCK裡面 那這裡的步驟大概也就是說 先建神經網路 然後再來就是把神經元建出來 然後把神經元的群集界出來 然後建出來之後再定義說 我這個群集的神經元要什麼參數 那並且那最後那接下來 就再接著在這個群集裡面 做出一個神經元這樣子 那後面就也是把連結的群集做出來 然後把群集做出來之後呢 就也在定義參數 然後定義參數之後 就再用這些連結 把前面已經做 生出來的神經元給接起來 那最後當然就是 直接去ROCK它 那這邊就只是一個 簡單的展示說 剛才這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它ROCK出來會是什麼樣的結果 那在這個例子裡面 實際上它會是神經元1 它是連結到神經元2 然後神經元2也會連結到神經元1 這樣 那這邊的圖的話 上面這張圖是神經元1 那神經元1它是設定成說 它會自動不斷的把它的細胞膜電話往上加 那加到一個連結點之後它就會發射 那 那並且這邊的三數是設計成 只要當神經元1發射之後 這個它從這裡傳遞訊號過去 就會造成神經元2 直接被打到發射這樣 那另外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允許它去ROCK一些 就是學習演算法 所以就使得 它在運作的過程之後 會改變中間這兩個連結的強度 那所謂連結強的意思就是說 就是說如果它發射的話 它會更有機會直接造成它發射 這樣 那這裡的過程大約是這樣 就是可以看到 當神經元1發射的時候 首先它就會直接造成 從2到1的連結會稍微變強一點 那並且它就會很直接造成神經元2發射 那反過來 那在另一方面 那在另一方面 當神經元2發射的時候 它就會使得 這一個2到1的連結會使得它變弱 那另外它發射的時候 因為它也有傳送巡航比 所以它也會造成一一有小小傷症 但是並不足以直接造成一發射這樣 那這邊也就只是簡單的展示說 在這個 在這個狀態裡面 或者是說 這個神經網路它運作的時候 到底是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好那 那接下來就進入來分享一些就是 關於在RAFT 在科學模擬上的一些專案上面的使用 那首先是 因為其實脈衝舌經網路它本質上可以算是一種 科學上的模擬軟體 那所以呢 所以這邊我就想分享的是一個叫做 UOM的Library 那UOM的意思是Units of Measurement 那這一個Library的功能就是說 它可以把物理上的一次 或者說 更前面講就是單位 那變成是RAFT的型別系統的一部分 那一次跟單位具體來講 就好比說像是時間啊 長度啊 重量啊 電流啊這種物理量 那當然如果我們把 這一些物理量給變成 RAFT的型別系統的一部分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利用RAFT的型別系統來檢查 檢查說 我們在寫 我們在把我們的方程式寫成程式碼的時候 我們是否有犯一些 不應該犯的低級的錯誤 但是其實這種事情是很容易發生的 那這也是利用 這也是利用RAFT的型別系統來幫助我們寫出一個 就連科學上的功能都能夠正確被實現的程式 這樣 那這邊就是 這邊就同樣是一個簡單的例 那左邊就是 直接展示說 這個UOM的Library 它幹了什麼事情 那這裡我就簡單定義兩個變數 那第一個變數的型別是定義成電流 第二個是定義成電壓 那我這邊很故意的把它定流和定量直接寫下來 那接下來Compile的時候 後夜那個RAFT就直接爆了Compile Error給我 好 那當然這邊只是相加 看起來可能很無聊 因為這好像很理所當然嘛 那但是實際上在寫那些 維會方程的實作的時候 就很可能會有那種 你必須要把它加加減減減平方之類的 那實際上UOM它在運作的時候 就是你在做的所有加減減減平方啊 這些事情之後 它還是可以幫你檢查 你做了這些運算之後的那些數值 到底它的單位 到底你是不是把正確的 單位正確的東西拿來做互相的運算 這樣 好那 那另外這邊也可以看到 就如果是放在一個 一個實際運 實際在專案裡運作的情況 就當然就會看到說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把所有我們要使用的參數 然後都根據那些我們需要的行別 然後就把它標度上去 然後再速度說 我們想要 我們想要給它的數值是多少 這樣子 好那另外就 那另外最後這邊也就是一點其他 關於寫Roth這個語言的印象 好那 就如前面介紹的 Roth是一個講求安全性的語言 那相對的在寫的時候 就會有非常多的規則要遵守 那OK 所以 有些時候 尤其是在做一些比較複雜的方案的時候 可能就會陷入那種 奇怪那個 我現在看到這個Compile Error 好像這樣 好我就改 好但是改了之後 發現我又看到另一個Compile Error 然後結果發現我改來改去 都在兩三那種Compile Error之間 跳來跳去 我根本沒有辦法離開這一個輪迴這樣 那所以就會有這樣子的心理 如果當你發現你很難Compile過的時候 你可能要好好檢討你自己 好這是我們的一位資深工程師的分享這樣 好那具體上的情況可能會是怎麼樣呢 就以在 Wizelik這個狀案裡面來講 會噴到的情況會是說 好比說一個神經網路系統 它會有一個就是Supervisor 那Supervisor它下面可能會需要 持有各種不同的類型的population 那population底下會持有 那每個populator都會持有 某一個特定類型的神經人或是連結 那但是另外每一個神經人 又必須要能夠持有很多個 很多個不同類型的連結這樣 好那這邊更具體的一點講 我們我這邊所說的持有的意思就是說 好比說這個物件裡面它有一個 它有一個Fear 然後這個Fear就是一個Vector 那這個Vector就是很多種不同的 一個型別的population好比說這樣 那更具體的講 那更具體的講 如果你選Roth的code的話 我這邊做的事情就是Vector VectorArcMutex 然後可能就是一個TradeW之類 這樣子的事情 好那 那因為這整件事情搞得很複雜 然後再加上 這裡面每一個角色在程式運作不同階段 它可能都有一些不同的 不同的一些Messor 一些不同的函數要能夠被呼叫 所以其實最後這件事情會搞得很容易錯亂這樣 那當你錯亂搞 你搞不清楚你在寫什麼程式的時候 你就很容易進入Roth的Compile Error的無窮迴圈裡面 所以我最後感覺是說 如果當你在寫一個相對來說有點複雜性的時候 你最好先 在進入寫程式碼之前 你先做某種程度上的統整說很好 所以在這個階段下 在這個階段下 在這個階段下 就我的這些角色 它分別會需要有哪些Function 那這些Function又會被哪一個對象去Call 這樣子 那稍微整理一些之後 可能就會比較有眉目說 嗯OK好 所以我應該把哪些包成一組 然後給他們一個 給他們一個TradeObject 給他們 把他們放成同樣一個類型之類的 那或者另一部分也是說 就因為在這個例子裡面 Whizzer League算是一個科學模擬的專案嘛 那所以在這邊呢 另一個要想的就是說 在做這種模擬的時候 要好好想清楚說 你要模擬的那個對象 它實際上的功能跟運作過程 到底是怎樣的東西 那尤其最好是你在把它寫成程式碼的時候 盡可能忠實於它原本運作的功能 然後不要自己亂加太多 奇奇怪怪可能沒有那麼必要的 的一些你在程式巨座裡面 另外外加的東西這樣 那這樣子可能就可以避免一些那種 現在Compile Error的無雄飛圈裡面 然後跑不出來的慘狀這樣 好那所以最後呢 在成功Compile Ross的專案以後 馬農的一天又恢復了和平 好那最後就是歡迎大家一起來 一起來玩這個Whizzer League的專案 那就如果對我們公司的一些 其他的產品或是開發的東西 有興趣就也歡迎來 也歡迎來交流這樣 好謝謝大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到江澤 然後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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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